超详细的装机教程 带你学装机乐趣 看完你也是个装机高手 拿出帅气的主板 及主板布袋的配件 忘记 把CPU底座拉杆拉前 把迷人的CPU 安装在对应的主板 需要注意主板CPU都有三角标识 再把美丽的内存 咔咔的左右丢一下 这样为了更气派的出场 打开主板上的内存插槽卡扣 注意插槽防盖方向 对准后用用力压 咔咔一下就装好了 再拿出固态咔咔左右丢一下 这次不是气派的出场 是为了测试耐摔性 把主板上的硬盘散热马甲取下来 对准N2插座 45度斜角推进 咔咔又安装好了 拿出高高大大的太阳神机箱 把玻璃取下来 咔咔亮下 把电源舱遮挡布袋拿出 放到机箱 把晒气的主板装到机箱上 注意机箱棚注不能多 不能乱需要对好主板模斯孔 把夏日凉凉的散热器请出场 把散热器各种华丽的包装 全部刷刷刷地丢掉 把自带的风扇装上去 把机箱上的冷排指甲装好 下一步就装到机箱上去固定好 对应的散热器底座扣具都安装好 冷头自带硅枝直接安装固定好完事 拿出稳如泰山的雷鹰电源 拿掉用不上的包装袋和说明书放一边去 拿出电源模组线对准接口 咔咔咔咔往里对装好后 装到电源舱 螺丝固定完工 拿出二丢马祖传下来的金色传说显卡 对准主板的插槽 装好固定螺丝就完工了 最后我们一起欣赏开机效果和配置清单 如果你学会了记得双机制 关注稿机带你每天学稿机